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首先啊我要带大家到这个水城威尼斯去看一看 因为那里正在举行第七十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我想姜文导演对于这个威尼斯电影节应该是有着非常独特的感情 因为在19年前 他的那一部处女座《阳光灿烂的日子》呢 是一举为下雨夺得了这个影帝的称号 那么在19年后呢 这部电影的完整修复版又在这个经典单元进行重映 而且呢这一次啊这部电影的这个放映的时间长达140分钟 可以说呢是比当时的这个海外放映版还要长了5分钟 那么对于这样的安排姜文夫妇是表示非常的满意 感谢威尼斯电影节有这样的一个安排 确实让我觉得很幸运 也很惊喜 19年前你又回到这个电影首映的地方 已经足以的经过19年以后的 我和大家有一种置身于疯患中的 我以前看过 但是这次不是重新修复吗 我觉得做得特别好 要说江门与威尼斯电影节的确是缘分不浅 世纪年前 当时在影视圈已经小有名气的江门 导演了人生中第一部电影作品 《阳光灿烂的日子》 导演除女座意外的在威尼斯获奖 让年纪17岁的夏宇夺得了影帝的桂冠 当时有句话叫做最老的电影节得出了一个最小的影帝 那是19年前 所以这次来呢 他们也把阳光灿烂也在重新再放进去 加了一些原本有的镜头 时隔13年的2007年 江门导演的第三部作品《太阳照常升起》 再次冲击威尼斯电影节 然而这人算不如天算 在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 江门毫无掌握 根本不总结经验教育 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教育 评委不愿意给我这讲就是了呗 那不一定是我的错 意料之外的获奖 意料之外的落败 这一得一失之间 江门与威尼斯电影节的缘分 并没有就此落幕 19年后 江门再次来到威尼斯 不过此时的他 已经不是参赛者 而是做上品 作为第七世纪威尼斯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的评委 没有了得失之心 江门似乎更享受 此次的威尼斯之行